大家好 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有一句說話 愛美就是人的本性 男人喜歡看美女 喜歡看美女 女人喜歡看美男 看大隻男 小鮮肉等等 因為打風的關係 大家很開心地過了一個不用上班的一天 無形中放多一天假 在這個過程中我都被困在家裡 於是找些什麼話題跟大家說去做節目 找回網上有一個票選 十大五官最完美的女星 到底網民選出來的十大最完美五官女星 是不是你心水呢 跟大家一起數一下 其實我一看這個結果 第一次我已經有點惹了 因為為什麼呢 第十位已經是我心目中一個很漂亮的女人的形象 就是Vivienne周惠敏 周惠敏可以說是90年代 其中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女神 當年被冠以獄女掌門人的稱號 其實現在55歲的Vivienne 仍然在近年走出來見大家的時候 仍然是很漂亮的 但直到她在90年代 成為了獄女掌門人之后 後來就在97年 因為和阿魏鎮 即是她老公 慢慢移居加拿大 淡出了娛樂圈 其實去到2003年她回來香港 在2009年才和阿魏鎮結婚 就升叻做人妻 其實Vivienne 無論是她做DJ 後來出道做歌手 甚至是拍戲 都是大家心目中一個非常棒的女神 我記得Vivienne曾經在90年代 因為她老公阿魏鎮 就是YES卡的老闆 當然那些什麼閃鐘閃 周慧敏那些漂亮的照片 是特別多的 曾經以前有一首歌 如果年紀大小小的朋友 就應該聽過 叫做感情的婚禮 Vivienne 小友地穿一件宮廷的低胸衣 嘩 那時候小時候看的時候 真是很震撼 即是等於 即是等於 幾起現在阿蕙麗來拍AV 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 即是一個肉女突然露肉 即是一個肉女露別的肉出來 所以當年那張YES卡 或者那首歌都非常震撼 大家都不記得那首歌 只記得那個形象 她第十位 那前面那九個到底是什麼樣子呢 第九位 就是九位了的狗姑娘 狗宏偉 現年39歲的狗姑娘 其實她是台灣出生 十歲的時候移居加拿大 2008年的時候 就參加多倫多的華裕小姐選舉 就拿了冠軍 2009年再贏得國際中華小姐冠軍 當年來講 都是大家心目中非常美女的 一個冠軍級人馬 之後就加入TVB 在2016年離巢 順自此 離巢之後 慢慢淡出了娛樂圈 在2018年就嫁給石漢大王後人 兼賽車手 綠漢洋 狗姑娘 剛剛出道的時候被人冠以 這個港版林希雷之稱 其實呢 九姑娘呢 她有一種感覺 好像九十年代的張穩 那種感覺 即是呢 她是有一種令到大家 有些sex appeal 的感覺 即是呢 簡單來說 真的是女神 即是你一見到她 你就覺得她 嘩 很瘋 很棒 很想看 但後來呢 因為她的壓力爆煲 還是什麼原因 曾經呢 身形就暴障 本身身材很好的 她呢 不夠fit 但是呢 就開始身形 有點肥 被人笑她做肥狗 但是呢 無論怎樣都好 她呢 仍然都是在很多人心目中 其中一個女神來的 我自己都很喜歡九姑娘 但是你說她是否贏了周慧敏呢 真是見仁見智 不過這就是 網民票選的結果 那第八位呢 就是南傑英 即是呢 已故的TVB女星 那 曾經呢 南傑英呢 有這個 《靚絕五台山》的美語 即是呢 Vivian就叫做玉女掌門人 她就叫做 《靚絕五台山》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什麼叫五台山 當年在廣播裡 有TVB 有商台有港台 甚至乎有亞視 幾個台都在TVB廣播裡的位置 所以呢 那個地方就叫五台山 她是靚絕五台山 即是說整個 那麼多個台 最靚是她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當年的南傑英 是有多靚呢 其實她呢 83年呢 就在TVB參加藝員訓練班入行 在94年呢 就離開TVB 其中呢 大家最記得她的代表作 就一定是 《以不容情》 《大時代》這些經典劇集 後來就拍攝昇爺的西遊記 《月光補合》都做白骨精 亦都令到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後來就因爲情緒的問題 慢慢就被人冠以四大癲王 即是和蔡豐華齊名 說話經常走出來語無倫次 到最後呢 亦都離開了大家 都相當可惜了 傳聞中 大家講南傑英 就想起曾志偉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這些都只是傳聞 那就不得而知了 但當年的南傑英 的確是很漂亮的 好了 去到第七位了 就是洪姑 鍾楚紅小姐 其實鍾楚紅今年已經63歲 當年和林青霞關之林李嘉欣 都被稱為大美人 其實他就是1979年的時間 參加香港小姐樂選 但得到唱片公司的賞識 就加入電影圈 當然最經典一定是他做秋天的童話這套電影 即是和發哥成為一時經典 但我自己最喜歡 就是他後來和哥哥張國榮和周陽發 拍那套中橫四海 我覺得是拍得最好看的 就是洪姑的一套電影 後來他嫁了人色影 但他的丈夫在2007年的時間 朱家鼎大搶岩尼西 直到現在還是單身 即是他被網民形容 他如何是一個完美地演繹 這個優雅地老去 即是說他年輕的時候 老了的時候 雖然看到有些老態 但仍然是這麼優雅 所以在網民心目中 仍然佔在很高的地位 就排第七 第六位當然就是大美人林青霞 現年68歲的林青霞 就是香港四大絕色美人之一 真厲害 1973年就拍《窗外出道》 其實我自己那個年代 最認識的林青霞姐姐 一定是邵浩江湖 當年他做東方不敗的中性打扮 就非常之正的 即是他最美的那個年代 我就太小就沒看過 但看回照片 仍然都真是驚為天人 當年都可以說是美片這個中港台 當年我覺得林青霞小姐 他的美貌 在我心目中反而是不應該是第六 可能是第一第二位 我們儘管再看看 誰可以在網民心目中排得比林青霞高 第五位就是大美人李佳欣 九十年代公認的女神 甚至乎有人形容她 在88年拿了港姐和華姐冠軍的她 形容為她是最美的港姐 即是說她是港姐之中的港姐 即是最美的香港小姐冠軍 但是我自己最記得就是 那時候全民中的電話門事件 即是那句 我真是恭喜你這句說話 即是成為大家的網民 或者現在我們日常生活 經常拿來開玩笑的一句說話 你一說起這句說話 自然就想起李嘉一 那這件事可能 在現在新一代的人心目中 這個才是李嘉英的代表作 當然說笑就是她九十年代出道之後 的確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美女 亦都是一個大美人 甚至乎一個美女的標誌 一個代表性人物 非常之厲害 我覺得她能夠打入十大 就覺得是實至名歸的 好了 第四位就是 在這個榜中 唯一一個90後最年輕的人物 說的是阿雲伊 雲浩影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她 即是被譽為90後的女神 其實阿雲浩影 今年25歲 其實13歲的時候 加入了薛家宴旗下的少女表演團體 Honey Beast 2020年參加《全民造星3》 拿第四名出道 就在去年簽了橫亞做歌手 在去年也拿了很多新人獎的金獎 很多網民都稱讚她 形容阿雲伊是這一代的女歌星最漂亮的 那是不是呢 各有自己的把尺 但是 阿雲浩影打入十大 都是十個入選的人當中 爭議性最大 可能有些年紀大一點 搞錯她也不入圍 搞錯誰也不入圍 為什麼她憑什麼 但是我自己也覺得 其實雲浩影都挺漂亮的 在新一代的女生來講 都算是一個美女的代表 都挺有標誌性 她和iv show 都是我近年覺得其中 新一代美女的代表人物 真的都挺漂亮的 任入十大就自己 網民自己去衡量 漂亮這些就很主觀的 第三位就是朱欣 即是被譽為仙氣女神 尤其是大家都在周星馳 沒有什麼拍戲之後 經常都懷念星爺的電影 尤其是在說西遊記系列 大家都形容九十年代出道的朱欣 在這個西遊記裡面 做紫霞仙子 是她的顏直顛峰期 故此被很多網民形容 她是仙女的代表 那個仙氣女神非常之深入 精緻的五官可以隔離到很有仙氣的角色 的確是 你不漂亮 你的五官不漂亮 你怎麼做仙子呢 所以這個紫霞仙子 就是當年的朱欣經典的形象 後來拍的那些強姦系列 也成為性感女神之一 即是說 樣子又漂亮又有好的身材 所以入選也很正常 來到第二位就是阿嬌 即是鍾欣彤 被譽為第一神顏 在2001年阿嬌和阿薩 組成村市出道 一直以來都以這個完美五官 為人春春樂道 甚至乎被網民封為香港第一神顏 其實她之前在陳冠希事件之後 其實都一直沉寂了很久 到了出回來的時間 近年都有一段時間 可能因為不知是壓力 還是什麼原因 身形暴障就被人叫做肥嬌 但是現在的她 即是出回來收了身之後 即是回復回她的寧死角 即是任何的角度影都是這麼漂亮 這麼屈肌的一個精美的五官 所以第二位就實至名歸 第一位就是柏芝 張柏芝 不覺不覺都出道了25年 今年43歲的她 就拍過很多套電影 那些網民就認為 她當年在00年 拍《十二夜》和《無限復活》 就是她的容貌的巔峰 但其實她當年在99年 被星爺陰典拍《喜劇之王》的時候 已經驚惠天人了 就說她很有這個林青霞的翻版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些網民這樣選 就是她是林青霞的翻版 但是青霞邪姊 又不夠柏芝排得那麼前 青霞邪姊也是排第六 不知道是否那些網民比較年輕 可能比起我更年輕 所以都沒見過 林青霞的顏直巔峰 我自己心目中認為 如果以大家都是最漂亮最漂亮 去比較的時候 我覺得青霞邪姊就沒有理由排這麼厚 即是她應該在柏芝之前 但是呢 究竟柏芝排第一 我相信大家也沒有太大意見 的確 你說阿嬌是零死角 柏芝也是一樣 即是到現在生了幾件 仍然還是很漂亮 至於聽到我做節目的朋友 對這十大有什麼意見 都歡迎留言 你的看法 也可以排下你心水的選擇 讓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好 今集跟大家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們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一集再見 我們下一集再見 對我來說 我示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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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一集的